苹果在台湾和全球特定零售店推出Made for Business 苹果为小型企业主和创业家推出全新系列Today at Apple课程 5月开始Today at Apple特别系列Made for Business将为小型企业主和创业家免费提供讲座课程 展示Apple产品与服务能如何支持他们的成长和成功 这些课程由小型企业主主导 将聚焦组织如何使用iPhone iPad和Mac等Apple产品以及Apple Business Connect Apple Business Essentials和iPhone卡紧收等资源来建立业务 以新的方式接触顾客并推动组织向前发展 Apple零售资深副总裁Deirdre O'Brien表示 Apple知道小型企业是在地社群的支柱 这就是为何我们持续创新 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提供帮助 我们的零售店提供Apple独有的体验 例如社区和教育讲座免费的Today at Apple课程 以及店内专家的持续支援 帮助小型企业找到完美的科技来让工作执行更有利 美国全国小型企业周National Small Business Week期间开始 Today at Apple整个5月将在芝加哥、迈阿密、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 提供6场Made for Business课程 并且在世界各地特定零售店全年持续提供课程 这些课程由具有多元且独特故事的小企业主主导 重点将聚焦在Apple产品核服务如何推动他们企业的成功 其中一个企业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Motseria 这是一家由听障者拥有的披萨店 成立的使命是为顾客提供温暖 难忘且视觉方面引人入胜的听障文化体验 于Apple Carnegie Library举行的课程当中 Motseria的全国营运总监Theodore Miller将示范 餐厅员工如何运用Apple的辅助使用 功能来协助突破阻碍并加强业务 在Apple零售店、Business Pro和Business Expert等商务专门 团队可以为小型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援 无论企业主是想了解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他们的团队 还是有兴趣扩大使用Apple工具 Business Pro都可以协助打造个人化解决方案 提供轻松容易的购买和运送方式 并帮助小型企业设定Apple资源 这家小型企业仰赖Business Essentials远端部署 和配置公司从德州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全部Apple装置 使团队能够专注于业务而不用烦恼技术支援 Suck Club客户成功和策略合作伙伴 副总裁Max Williamson表示 Apple Business Essentials提供一个扩展业务营运的平台 让新员工入职和设定新Apple装置变得快速轻松 零售店的专门团队和特别打造的商务工具只是 Apple支援全球各个地区各种规模公司的方法之一 无论企业处于发展的哪个阶段 Apple都有工具可以提供协助 Today at Apple全年供应 也透过团体预约服务为企业团队或同事提供课程 企业可以开始使用新装置 与专家一起探索新技能和工具 并发掘Apple最新产品可以为业务发挥的功能 台湾参与者可至Apple.com Tuturday Groups报名